2020雕役塑形南投雕塑大展活动 今天上午在南投会展中心举行开幕查会 南投县山林 溪流 蕴藏丰富的资源 因此展出内容以复役山林 塑西相伴为两大策展主题 县议员赖燕穴 期许借由展览培养出更多艺术创意人才 我们看到南投县政府的用心 希望能够透过文化来带动我们的观光跟产业 尤其是我们南投县市 我们艺术文化大师最多的一个县市 很多的一个雕塑在这一次的一个展场 让我们耳目一新 同时也能够透过艺术文化的行销 来巴掌我们的一个公益创作 同时也让我们青年朋友的一个创意 能够进驻南投提高我们的一个产业 同时能够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 活动由县长李明珍主持 来宾云集 县议员赖燕雪 张维华 曾正言及游洪达都到场致意 并肯定这项雕塑大展内容丰富 而且结合南投灯会办理 值得前往参观 全南投县的大师啊 包括我们的石雕 泥雕 还有我们的木雕 都来到我们现场各个大师级的产品 展现在所有的这个会展中心里面 那我们这首届第一次举办 那我们看到这么多的人 光光来这看我们的这个雕塑 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 那我们也觉得说我们南投啊 真的是非常非常多的人才 我们同时也希望这位大师能够聚集在一起 让以后世世代代都能够看到我们的好的雕塑 活动配合南投灯会 战到2月9日之 县议员曾正言也欢迎各界前往参观 有雕塑大展及花海 水舞 灯会 美轮美奔 这每一行的芸品都很很好 不管是有部分的沙雕 瓷雕 木雕 铜雕 都很漂亮 今年的典会也都在我们的展示中心这里来展示 希望说我们现场这些技术媒体 将我们的南投官的水 南投官的特色 让我们的国际大家都可以来参观 我们的南投官的典会 民众进入会场前 首先可欣赏到会展中心的入口意向 由18组逐艺装置而成的艺术魔方 以及县内30多位知名的雕塑家 共同展出许多精致雕塑作品 欢迎前往参观 记者王水仙南投采访报道